各位觀眾 接下來進行的這場比賽 是由Wide Spider的Python 畫面左邊李昌佑選手21歲 對上則是來自於韓國的選手 Jun El Chu 韓國選手來我都會去問他們的 漢字的名字 就是中國字的名字 他們身分證上其實都有 他叫做房泰珠 房子的房 泰國的泰 三點水一個珠 房泰珠選手 沒有 我們這個觀察者 剛剛有看到是一個SOS進來觀戰 對 SOS 世界新科冠軍選手 對啊 他剛剛進來 他讓我們的房間澎閉聲輝 對 結果被趕出去了 對 因為我們不能 不能讓外面的OB進來 因為進遊戲之後不能移除 如果他發生Lag或怎麼樣 影響到選手的發揮是不太好 所以雖然他是世界冠軍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夠把他留下來 還把他劈掉 對 還是把他踢掉 不如把他放上去 然後 就要上進來玩 就要上進來玩 那我們來看一場進來的 SOS是爆雪嘉年華的WCS 基本上就是今年度的世界冠軍 世界冠軍 那已經是今年度最大獎金 最多選手的比賽 對 300萬台幣的冠軍獎金 SOS 剛剛我看過 這個SOS真的還假的 然後那個頭像旁邊是 也好像77級 77 那個等級其實還好 那判斷其實就是看 因為他是中師頭像 中師的頭像 對… 而且他那個… 這個… 下面是寫韓文 對 前面是韓文 可以打上中師 他其實比較不用… 還要去冒他的名字 冒他的名字 對 所以那你的頭像是什麼 對 我的頭像當然是大師 真的嗎 對 但是沒有金框 沒有金框 不好意思 好 過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Python在過去打的兩場比賽 都沒有贏 那這個現在介紹的地圖點位 是在奧特星藥賽 對 我們現在螢幕上 這個是11點鐘方向的 這是White Spider的Python 藍色後藍色的重組選手 再來5點鐘方向 然後那是Gmail的True 紅色…紅色的重組 那剛剛SOS 這為什麼會進來 是True 沒有 因為有好友在裡面 應該是True的 就是REID的好友 我們可以直接加他的房間 對 那他就直接加這樣 可能想說他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加進來 搶搶他 就會進來看他 在他打比賽 對 後來被踢掉 但是故意叫他進來 幫他… 說我有一個厲害世界冠軍的朋友 來搶搶一下 不過這個True 房泰珠選手 看起來還滿斯文的 賽前我們跟他說 假設如果姨甫真的需要 他打表演賽的話 他也滿樂意 就同意 他也說要用神族來跟我們打 對 我會想說這個 一開始我還覺得有點不太妥 因為人家說你來台灣打比賽 他說對啊 我一來人家就二打一 人家就兩個打我一個 我比賽一贏 他們就派兩個人打我 是… 那兩個人當中有一個還滿厲害的 你確定他會這樣講嗎 他是說我嗎 是人類的嗎 應該是沒有問題 毫庸置疑他應該會這樣講 那兩個當中有一個有點強 打得我一聲冷汗 後來出來看看本人也滿帥氣的 我講的是展員 不要虛我 我們的Python 這個也要好好戰一戰 李昌佑選手 過去兩場他已經輸給過一隻韓國人 輸給了三 直落二輸 然後一場輸給了三 他總有一隻工兵在那邊發呆 不知道怎麼了 您好嗎 有事嗎 他是不是卡住了 他這個卡住也太奇怪了 這個位置嗎 我覺得 沒有圈到 他只不動就應該是卡住 如果他最後動了 他應該可以去採礦 他如果自己可以動 他如果可以動 應該是會動才對 他不動就卡住 他要咬掉 對,他要咬掉 這個位置應該是卡住了 應該沒有選手心肌那麼動 他發呆這麼久 會被選手… 會不會人家說我很遜 那就不要動 假裝卡住好了 你的假裝卡住 其實早就可以動了 應該是卡住了 因為你都會點他 一定就有發出 對啊,怎麼會卡住 對,這個打掉進化師的時候 工兵要拉走 不然會死工兵 會死工兵 先生 工兵會死 對,真的是卡住拉走 對,快跑… 對,真的是卡住 那個位置還會卡住 真的有點衰 其實 一開始就少一隻工兵 還浪費一個進化師 對 好,不過… 好,那這段話看一下 卡住這邊沒有娃娃老師 打的是一個比較穩健的開局 我覺得它看起來比較… 比較像是要後從讀口 然後再穩穩開 不過卡住那個沒有辦法 跟裁判舉手 沒有用 沒有,那地形關係 那沒辦法 那不能夠認為是… 那只能說那隻工兵太胖 卡住… 還被其他… 還被其他工兵散笑這樣 對 好,可以拉我一下嗎 呵呵… 哇,這不知道 Tru喔 房泰豬選手有沒有看到 他會不會覺得也很好笑 他一定有看到 有看到 對,他一定有看到 但是他應該… 就是心中… 他應該也沒料到會… 這個工兵會卡在那邊 這種情況 老實講就是 大家一下都沒料到 好強 那至於呢… Tru喔 房泰豬選手 他今年是21歲 這位選手呢 在之前打過 就是這個 就是昨天嘛 昨天打灰 直落2 獲勝 昨天打神族灰 那這是他第二場的出賽 這場重組 對 這位選手 打經過兩次的Code S 而且我指的 不是什麼2011年 是今年度 打經過兩次的Code S 都是有進過32牆之內 對 那其實這 算是非常那樣優異的成績喔 好,這邊 好,放下雙 這樣是雙城工房 在那邊的瓦斯全開 好,這邊再升二本 那這邊等一下看一下 那邊的站住走上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看 觸的一個選擇 為什麼要選擇 這樣子的一個戰術 非常非常穩 它這個戰術非常非常穩 現在再放大量反場 同時升級二本 那家裡面放到螺旋塔的是 是我們的拍種 螺旋塔 目前看起來兩邊都好像沒有打到進攻的樣子 很悠閒 對啊,都下了二框 然後又來拚經濟 對,拍種這邊先開了三框 這邊觸這邊 則是現在要出去開三框 我是覺得這一回合 因為觸這個打得很沉穩 非常非常穩 所以我覺得拍種看能不能夠 趁對要很沉穩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夠取得一點點什麼優勢 因為很明顯這一回合 對方走的是一個雙噴附隊 那自己選擇了一個螺旋塔 在這種非常附隊的組成 其實剛剛已經講過了 比較有發揮空間 那能不能夠好好地利用 這個優勢來給對方迎頭痛擊 我覺得這是很... 值得令人期待的 所以他是先做防守 還沒有,他先做防守 這邊是正確的 因為在飛躺出來之前 一定亮之前 對方的蟑螂 尤其是提速蟑螂 就根本不用講 可能是有提攻防的 那這個壓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對,飛躺出來之前的空窗期 還是要做好防守 對,還是要先做好防守 你這樣也才比較可以 安心的補攻兵 對,那更何況 例如說 如果我等一下飛躺出來了 那如果對方部隊出來 我想要跟你打一個換家 我想要燒你家 我這樣沒有必吃防守 你會來得比較輕鬆 蟑螂小部分 一小桌出門的 大天使啊 第一次騎到天使來 對,直接拉過來 那蟑螂這邊已經在升級 橄欖蟲的一個丟蛋 那這邊就要來看拍送這邊 會能不能夠發現這一件事情 然後趕快做出應對 蟑螂要繞過去 對,蟑螂這邊是應該是 蟋蟲繞繞過去 那家裡面因為有地刺 所以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家裡面就先 就是先不管他沒關係 家裡面有地刺做防守 那飛躺一定要先去 對方家裡面亂 他其實非常直奔 不處的家裡 對,這邊 欸,有機會喔 有機會 欸,飛躺欸 飛躺就要回家了 你這個第一次 全部插在山礦 結果對方蟑螂走過來 就非常地回家了 但不得等於地刺擺一下 對 因為蟑螂直接上紙礦 對,這個其實就是要 要拉扯你的時間 那這樣的話 他等於處已經達到他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這有點可惜喔 這有點可惜 這有點可惜 在對方家附近喔 沒有選擇進去 這樣的話你甚至也不知道 對方接下來的科技走向 看一下知不知道 對方的科技走向 好,不知道 對,牌總裡面 不知道對方 已經在深桿蟲 在深桿蟲了 喔,像四礦欸 對,這張第五四礦 也蠻好開的 哇,所以牌總 還是那種心理壓力啦 真的,一看到對方過去了 就趕快回舊 對,家裡也沒有在… 就是下了那麼多根地刺 但是卻沒有做好 他全部都往山晃走 如果有稍微留個兩根 或是家裡有出點冰之類 或是他的地刺 其實可以紮得再好一點 他全部都塞在自己的礦 他沒辦法守住斜坡口 然後這邊又來了 我們看到就是幾隻一直來 就飽了 真的幾隻一直來 再卡個好位置 對,我們真的… 蟑螂這邊真的打得很聰明 那我覺得他打得那麼聰明 對於這邊的… 海龍這邊再出… 對… 蟑螂從來了 你這個不算好 有 這個… 這個過來有點大意 算很淺的大意 背後 好 家裡再轉蟑螂 但是中方的經濟科技 我們來看一下中方的經濟差多 人口是差一倍 沒什麼會戰 人口就差一倍 雙方的攻兵量是68比60 好,68比59 還在少 一直少 因為蟑螂一直來 所以牌頭也出蟑螂 對,他這邊也選擇出蟑螂 但是其實雙方這個人口 一看就知道 從人口上的落差就知道 這一回合,這一場 牌頭很難打了 跟我們講工房是完全的落後 對方二工房快好 自己的一工剛好而已 怎麼會差那麼多 因為戰術的關係 你一開始選擇飛塘 那對方直接在家裡歸工房 然後生蟑螂 生雙噴 不是,生蟑螂配乾蟲 所以還是那個 你已經有飛塘的時候 那一波直接要打過去 你一定要… 其實關鍵就在於 你沒有留意到 對方的戰術走向 其實這一場其實觸打得很頭 他前面出的 其實蟑螂一直往人家塞 家裡其實沒有東西熟 其實你如果有做好偵查 抱一波…非常出來的時間 抱一些狗,往前做壓制 可以有效地給予對方壓力的話 你才會有優勢 你會讓對方一直偷一攻 來,來,炸工兵 對 捏手 你這個跑去炸後蟲是想太多 對… 好,這邊要直接頂死 我們看到在前線放了一個… 在那個… 蟲洞 對,要直接打死 這有沒有地下五通都沒關係 這快已經200了 我們來看看 對,這麼快就滿人口了 15分鐘 對,工房領先不只一個檔次 1.5個檔次 二攻二防打,一攻領一把 有穿衣服跟沒穿衣服的 在打架 你拿木棒,對方拿鋁棒 對方還有戴安全帽 對方還有戴安全帽 對方戴安全帽 你戴一般的帽子 戴報紙折的紙帽 好,不過這邊的地次很多 正行攤的還算可以… 正行攤的還算可以 但是這個工房的落差很大 通常在外面很緊 腳在很緊 這個定得很不錯 我們看到這邊一直在定 所以這邊定得很好 不過地次後面… 地次在後面很給力 地次很給力 非常努力一直戳 後蟲一直補 但是看起來這個便利的落差 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 這工房他們便利的落差太大了 我們跟地次一直戳… 還是戳不完 結果Python 網蛇先生打了GG 先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各位觀眾 現在要進入到的是 第二回合的比賽了 三戰兩勝之的比賽 在第一回合是由 來自於韓國的選手 黃泰豬選手獲勝 GIN-L2 至於… 上個回合落敗的 White Spider的Python 李昌佑選手選圖 他選的是永夜之敬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的 這個是十二點鐘方向 那這一個 是GIN-L2 紅色 紅色的蟲族選手 然後六點鐘方向 現在螢幕上看到的 這個White Spider Python 藍色… 藍色的蟲族 Python說我上一場先浪一隻公兵 很卡 先浪一隻公兵 不過… 這個… 感覺怎麼會… 就是攻防落差這麼大 戰術選擇 不過這邊是放招了 誰放招 對,這個Python放招了 放招 對,放了一個10滴 那等一下看 他是不是11毒爆狗 其實三個回合我覺得… 其實意圖很明顯 我覺得當對方意圖這麼明顯的時候 自己的一個應對就很明… 就是… 就可以看得出來 選手的一個經驗落 不只經驗落 我覺得… 這個紀律性 整體的一個紀律性和偵查 有沒有到位 我覺得這個都是選手 應該要去留意的 看到對方 雙身攻防 然後… 還… 潘感染蟲 這種可以忍 這種當然不能忍啊 對… 為什麼不直接就是… 抱一些兵來做壓制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 對方在幹嘛的情況之下 其實實力… 其實基本功已經有落差 你又不知道對方在幹嘛 當然就是… 後面又送了那一坨飛塔 其實這個真的是很… 有點可惜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偵查非常… 非常到位 尤其是監察王蟲飛進去看的時候 一定要看光光對方家裡面 你有監察王蟲 因為剛剛監察王蟲其實有飛 只是沒有看到 我就覺得有點可惜 這種… 就這種… 這邊打了一個是十滴獨保狗 十滴的一畫重先衝出去了 對… 而觸是下了二框 對…不過觸這邊打得很沉穩 是孵化池… 孵化池在主堡 就是慢狗開 而且看到了… 以前已經看到了 所以這一場的防守 我覺得應該不是問題 蟲蟲也已經是瞄到了 對… 搞不好之前不是… 那個…世界冠軍韓國的SOS進來一下 搞不好他有密那個… 確實說 台灣充足人會放招 提醒一下 他應該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有小心翼翼的 沒有告訴人家 對… 余聖出國比賽也不會放招 就是比較少 比較少 其實也是有啦 不知道… 其實多少也是有 因為他出國打的比賽那麼多場 其實一定是有放過招的 我印象中也有看過他放招 好 那這邊毒爆出來了 好 可以 這邊就看操作了 這邊其實完全就看操作 後面的狗比較鬆 這邊上去要炸工兵 炸工兵 炸… 對 走 上去 炸… 狗的數量不夠 有 先炸滿環 兩隻先炸掉 上去…想找東西炸 有沒有… 能夠賺到幾隻工兵 我們看這個操作 換完之後 三隻啊 對 沒有賺… 三隻沒有賺 對 原來還有幾隻 炸到剩下的皮 可是還在採礦 對 沒有咬掉 那這樣的話就打不下來了 因為對方惡礦好 而且第一次也好 好 這邊直接反壓 出這邊直接反壓 那… 拍送這邊會很危險 很難守 家裡面非常非常難守 他的部隊選擇 還是往外送嗎 還是往外送 欸… 好 他的部隊還是往你家送 不對 要回救了 他還是要回救 好 他選擇 家裡面的後蟲呢 欸 家裡面一直沒有後蟲 欸 好 第一隻後蟲出來了 他也是想做壓制喔 不過這個其實已經… 這個後蟲出來 趕快先守一下 攻兵快跑… 攻兵快跑… 好 好… 好 三隻獨爆 三隻獨爆變在前線 他想要打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不過… 去這邊打的真的 這個很接勞到 家裡面的後蟲已經出到 四隻了 還在補第五隻 就表示他知道你沒什麼招 我看著你沒開礦 那你能做的就不多了 你能做的就打我了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把後蟲一字排開 排了整整齊齊 對 看他爆放建築學啦 其實他如果最沉穩的方式 但是因為其實 他也知道對方兵不多啦 剛剛進去裡面看那個攻兵 建築學直接賭好 那個又多一隻後蟲 對 他這個就不用打了 這個就打不下來 這個應該要打GG 給我打了GG 以直落打敗了Python 取得了今晚比賽的順利 好 那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囉 待會兒再來看表演賽囉